我们来练习做这一篇文章的新字图 在这一篇文章里面有一个瑕疵 那就是老师这篇文章里面所用的逗号 都用英文扮行的逗号 正确要用中文的逗号 那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 那是因为在做阅读的时候 记住标点符号是很重要的 待会练习的时候 请特别注意文章里面的标点符号 先读一次这一篇文章 为这一篇文章下标题 下标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因为标题就代表你抓出了这篇文章 它主要的精神 也就是这一篇文章最主要要呈现的概念 刚刚看了大家所下的标题 大部分的同学下了一个共同的标题 叫做代用指标 代用指标其实并不是最好的标题哦 当你仔细阅读这两段文章 主要文章的精神是要谈古环境 以前的地球环境 代用指标只不过是所使用的一个工具 因此最好的标题应该是古环境 而不是代用指标 仔细想想哦 为什么你下标题是写代用指标 可能你已经习惯天涯式的读书方法 只看到局部的细节而没有注意到整体他想要传达的概念 所以要调整 见数不见灵 这种子重滋为末节而缺乏整体概念的读书方式哦 刚开始练习写新字图的时候 比较不知道要从何着手 以这一篇文章为例 它有分成两段 为什么要分段 如果你在写作文的时候 什么时候你会另层一段来书写呢 是不是 如果你一个概念已经表达清楚完整 要表达另外一个概念的时候 你就会跳到下一段去书写 所以一样的 这里有两段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两个重要的概念 所以在古环境的大标题之下 可以再分成两个岔子出来书写 如果你练习的文章越来越长 那就可以利用这个技巧 这篇文章底下如果有三段 那你就在大标题之下 分三个岔子来书写 当然你练习多了 就可以跳脱这样的限制 再回过头看这一篇文章 在大标题古环境之下 分两个岔子出来书写 第一个岔子 我们就书写第一段的内容 第一段的内容仔细看 我们再为它下一个小标题 在第一段里头有三个句号 这三句话共通要传达的概念 应该是古环境的环境记录 我们再细看第一句话 他说由于我们无法直接以仪器测量 过去古环境的温度记录 科学家便寻找可保存这些资讯的地质材料 这些地质材料才称之为叫做古环境的待用指标 第一句话要写出这样的重点概念才是清楚的 接下来看第二句话 很多同学就都写错了 有好几位同学把树伦冰心 珊瑚骨骼都放在湖泊成基物的分支里头 还有另外一种比较多的错误 是同学把树伦冰心珊瑚骨骼 放在化学成分的分支里头 会有这样的错误 是因为没有注意到重要的标点符号和关系字词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做个例子试试看 假如文章这么写 你一定要选一杯来喝 你要喝什么 认真选哦 另外一种假如文章这么写 你还是一定要选一杯来喝 你要喝什么 假如是上面这一篇短文 那心字图应该要怎么写 因为这里是顿号 所以我有饮料两杯 尿一杯 豆号以及农药一杯 那下面这种写法 心字图要这么写 是我有什么饮料 尿一杯 还有农药一杯 水一共有两杯 截然不同哦 对应到我们的文章 你看有顿号 豆号以及又是顿号 就仔细读 第二句话里头的带用指标 到底一共有几种 是不是一共有海洋沉积物中的有恐虫 顿号 第二种 湖泊沉积物中的花粉和包子 豆号以及 所以第三种是素轮 顿号 第四种是冰心 又是顿号 所以第五种是三胡骨骼的化学成分 所以这里的带用指标是有五种 而且只有三胡骨骼是看它的化学成分 所以新字图要这样子写才是对的 好 接下来看这一段里面的第三句话 第三句话 很多人都没有写它 每一句话一定都有它要传达的重要概念 第三句话非常的重要 他说 影响带用指标的环境因素非常的多 不容易单独抽离 所以要从这些地质材料重建详细而完整的古环境 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应该新字图要这样写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